包刀手透透單元 我們今天來學學 鳳梨的手語南部跟北部有何不同 南部手語鳳梨是手在頭上動 或者是筆在手背上切東西的樣子 第一種筆法是把臉當成鳳梨 頭上是鳳梨葉手語取葉子的部位 第二種筆法是把手當成鳳梨 在上面削皮 後來就直接筆切花紋的樣子 至於北部鳳梨的筆法 是在臉的上下方把手打開 鳳梨 跟剛剛示範 南部的第一個筆法是一樣的 都是用鳳梨的外觀來表示喔